1600新经济首先要请教书涵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预告说 不排除背靠背升息 这期话是预告要持续升息吗 书涵 好 确实来看一下这一番谈论 应该是比较鹰派的一个说法 在这个欧洲央行年度论坛 重申对抗通膨的一个决心 所以持续升息的这个力道可能会出来 我们来看到就是不排除会 back to bay的一个这个升息的可能性 暗示年底前恐怕要再升两码 而且为了要抑制这个物价的压力 目前其实他们美国的核心通膨 是落在5% 还是非常高档的一个状况 然后也要替就业市场来进行降温 所以这个比较鹰派的言论 其实也反映在最近的 这个股市的动荡上头 那我们再来看到 国泰台大的这个产学合作团队 也对台湾未来 我们整个利率等等的走向 也来做出一些相关分析 那预估呢 GDP会维持在1.8%不变的 不过呢上半年 现在显然是一个前兔无量的一个状况 所以GDP呢 是走这个负成长来到1% 但是下半年认为呢 是一个后兔大展的一个情况 比较看好 会在这个4.5% 那支撑力道大概是民间消费 以及政府消费的一个力道上 那后续利率的一个走势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升息当然跟两个关键 可以来做观察 第一个就是美方升息的一个动作 现在当然呢 不排除可能会再升两码嘛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国内核心通膨率 到底会是怎么样 当然我们没有像5%这么高 但是降不降得下来 恐怕也是影响后续利率走势的关键 另外也关心平均地权条例子法 将在7月1号上路 统计发现今年第二季 有许多的高端富豪 抢搭末班车 积极购买豪宅 继续请教说看 好 确实为什么要抢搭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当然7月1号会有新法上路 主要就是司法人的买房许可制 那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上路之后呢 当然会影响到富豪下手的一些方式 所以高端富豪就要抢搭这个末班车了 那截至今年到目前为止 一元级的豪宅总共有55笔被揭露出来 33笔超过一半都是法人来去做买进 有将近六成的买家 其实是提前来布局 以公司司法人名义购置所谓的不动产 那也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司法人名义去购置这样不动产 到底背后有什么原因 主要原因是第一 可能是买进自家的这个建案 那买自家建案就会有定毛价格的一个作用 再来就是为自己家的建案来做背书 那当然是自己家人设计的 就会比较符合自己家人的一个需求 所以三大诱因让大家都想用 公司的司法人名义来购置 那目前北市大概有18笔的司法人购置 一级豪宅 14笔都采用无贷款来去买进 这个财力相当的雄厚 不过现在7月1号新法上路之后 豪宅的买器现在专家分析 应该会进入所谓的冰河期 所以如果要推豪宅的话 业者真的要有一点点杜晓月的心理预算 好为了促进中高龄就业 政府也订定了专法提供奖励措施 不过就在就业的相关法律上面 仍然是有年龄上的限制 劳动部有什么措施呢 继续请舒坎说明 确实是如此 如果你要推动中高龄来进入到就业市场 你相关的配套就要推出来 我们来看到中高龄以及高龄就业的促进法实施 但是我们也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劳参率的部分 在6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 我们台湾是从9.12% 到今年4月是由小幅上升到9.88% 不过这个9.88% 远低于所谓的美国日本 还有韩国的一个劳参率 所以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那其实现在专法明定 我们看到这个劳基法 就业保险法等等的法令 都有年龄限制 是在15岁以上到65岁以下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65岁的 相关年龄的一个上限 所以现在社福团体就说 那你有这个年龄上限 导致65岁以上的劳工都缺乏保障 那你又怎么来推动中高龄 再度的加入到就业市场呢 所以目前劳动部的共识 就是要松绑旧保法 65岁以上的这个天花板限制 邀请到学者就几个方面来做讨论 第一个就是失业给付的部分 还有直讯生活的津贴部分 还有提早就业奖助津贴的部分 希望能够把这个天花板拿掉之后 就可以让大家在这个重新回到职场的时候 不受到相关限制 保障也可以加分 还有就是要讨论一下 老保老年给付勤领 是不是可以提早来勤领等等的 一个相关配套 不过相关的措施恐怕还要经过 最后的讨论 除了财经重点 也提供给您旁边的这个QR Code 扫描之后下载我们的APP 就能掌握更多资讯 以上今天新经济